他以四个第一考入军校,后由国军上将成共产党上将,1980年才入党董奇武,解放战争中部分国民党军关系一加入中国共产党,其中有一个是陈明仁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,还有一个也被授予上将军衔,就是董奇武一个传奇的将军。 董奇武,1899年11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和金县故镇村北街董家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后来跟随在大舅舅的私塾读书,因为有天赋在家上客户,他的功课受到舅舅和其他先生的赞扬。 1918年,19岁的董奇武听到山西渡军沿西山,准备在山西省城太原,创办宾业中学培养初级军官的消息便立志从容,于是他借钱去太原参加考试他在国文、算术、体育和检查体格中以三科当科第一,总分第一次各第一名。 列榜首1926年,董奇武参加了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,但是后来被蒋介石鞭遣,因为不满他离开上海投靠副作义,并参加抗日立下赫赫战功。 1947年6月,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,授予董奇武上将军衔,1949年9月董奇武等37人,依次在隋忍和平起义通电签上签了名,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派。 此后董奇武领兵参加全国解放战争,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,董奇武坚决主张抗美援朝。 他通过副作义,向毛主席报道希望,原随忍起义部队复朝参战,得到毛泽东的批准。 1955年,授贤贤按他的资历他应该授予上将军衔,但是他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将衔,没有得到同意写毛主席,还说董奇武不可不授上将军衔,就这样董奇武成了新中国的上将军。 虽然董奇武是上将军衔,但是他并不是共产党从1950年起到1980年,他向党组织提供了入党申请,最后在1980年批准入党。 此时他才正式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九年后,董奇武,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